在这里停下来问司机拿水 但是司机没有 但是司机就告诉我 前面这里前面还有十来公里左右 没多远有个收费站 十几公里的话 我猜我应该可以很快骑到过去的 然后就去那边拿水了 这地方有狼啊 不会吧 这地方有狼啊 真有狼啊 我们就在后半夜就能见狼啊 经常见狼啊 对 好啦 那好 那好 好好好 谢谢你的忠告 还有几分钟 太阳就完全下山了 天会变得越来越老 刚刚司机说这片草原上面 会有狼出没 其实我是有点相信的 因为这片草原 这边 隔壁滩吧 应该也还算隔壁滩 但是它比之前的隔壁滩 绿子 要多了很多 然后在这些隔壁滩有一些野兔 我想要是有野兔成的 应该也会有相应的猎手 这是狼 总之 我现在要 在天黑之前 尽快地到达 那个树黑帐 然后在那边休息 不想在这样的野外 很可能碰到了 那是最不想遇到的一个结果了 距离大材贷65公里 快到了 坤已经完全黑了 已经看不到样的东西了 你看它前面的光 然后收费账 它离我很远 还得继续往前提 好累啊 这还是一个小散坡路 但还好 还好我今天已经补充好能量 恢复好体力 所以对于像这样的一个小散坡路 我可能要是前天的话 昨天的话我真的踢不动 但是现在我能一直踢下去 晚上八点半了 我终于来到收费站这边 我要过去问一下 这里哪里有个休息补给的地方 刚刚看了一下收费站的那个工作人员 我查地图这里有个什么酒店的吗 但是他告诉我来到个酒店 没有了 就细成错了 但是呢前面有个收费站 不是前面有个加油站 而且只有一公里 去那边可以好好补给了 今晚就去那个 看能不能去加油站那边 炸银补给吧 终于到了 今天就是加油站了 可以去那边补给了 现在慢慢挤过去 好好感受一下到达中点的那种喜悦感 我就快可以喝上越团团的东西 喝上越团团的茶了 可以休息了 可以加饮了 让我自己 过去问一下 正经济 有人吗 没有 现在已经进来 在我站 这个商店这边了 然后刚刚我也问过工作人员呢 他让我在这边扎营 然后这边呢 也有很多食物啊 水啊 然后在商店里面也很暖和 简直同样时候 昨晚我还在 油通冰窖的一个户外扎营 现在我已经在很暖和的一个房间里面了 好高兴啊 这种喜悦感真的很难以形容 然后现在我先挑一些吃的喝的缓解一下 身上的那个寒冷 还有饥饶和疲惫 终于坐下来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刚坐下来 没一会儿 喝了几口奶茶 转身放松之后就感觉头就开始有点晕 可能是 之前在路上一直都是绷紧精神 强大精神 一旦到达终点就放松 这也不算是重点 但是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不像之前那种无人区 没补给 所以在那个戈壁摘营 不知道每天要在寒冷的戈壁摘 跟寒冷做斗争 那现在不用了 现在喝着暖暖的奶茶 然后坐在暖暖的物质里面 一放松下来 就感觉头就开始有点晕了 真的有点晕了 然后饥饿感也 迅速的飙升 迅速的显现出来 现在开始就越来越饿了 虽然在路上也会有饥饿的感觉 但是 这种完全放松之后的一种饥饿感就特别尤为明显 好舒服啊 这茶喝到 暖暖的 茶喝到嘴里面 通过喉咙 再进入身体 就暖喝 很暖喝 这种感觉很舒服啊 太爽了 我待会还要买很多吃的东西 不过喝完这杯东西 我先把帐篷打起来 因为浪浪可能还在外面瘦了 我要把帐篷打起来 让他们进帐篷 暖喝一下 休息一下 要再喂饱他们 全部搞定了 我再进来 帮手机充电啊 嗯 补充一下营养啊 吃点东西 计划大概就这样 好了 先放下可乐 我们去搭帐篷休息了哈 走吧 在这个位置在雨吧 这个地域还挺平等的 你先把喉咙打起来 开着也好 可能已经在叫了 好了 马上搭帐篷 我带了你冷静 好了,到了站棚,看着浪漫都进去休息了 然后就开始弄狗狗吃的东西吧 你们乖点啊,在这里吃晚餐了 我去买点东西吃一下 好好休息啊,吃饱就休息 又回到加油站商店这边了 然后我今晚一定要好好的吃一顿了 开胃看这里有啥好吃的 这里有很多方便面 拿一桶拿一桶 再来一根香肠 再来一包猪皮 打开这个面看出有啥有紫菜 有油 有那个 应该是调味料 还有一个面就这样放进去吧 时间到了,现在开来看一下弄得怎样啊 然后这个面哦 这面已经有点圆了 然后呢,猪皮也圆了 香肠也是 应该可以吃了 嗯 嗯,那面已经圆了 可以吃了 然后这猪皮呢 是我自己加上去了 嗯 这猪皮感觉好像面粉一样 嗯 嗯 不过还行 嗯,还挺好吃的 嗯 还有点辣啊 这猪皮 啊 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香肠 香肠 嗯 嗯 没什么味道 香肠 不过还行 不过还行 自身没有味道 但是汤 那面汤还是有味道的 嗯 就当 白饭就着那个 酱酱料吃吧 嗯 嗯 不过还是 不过面真的挺好吃的 嗯 嗯 嗯 不错不错 嗯 感觉很满足 吃了 现在这口口面 比我以前在城市里面吃的 嗯 那些 豪华大餐还要还要美味 嗯 果羊食物还是要衬托才行 十一点钟了 回到帐篷 睡觉了 也可以让让盖上了被子 让可乐进睡袋吧